操控那顆按鈕 非常難控制的畫面 玩具TV的Live 現在 也不是Live 某程度上是錄影的 看到我們三條貿易之餘 其實英俊的是駕駛機 Almond 另外下面其實有不少業界的朋友 當然 今天的重點 我們會放在兩位日本的嘉賓身上 希望可以跟大家來一個近距離的接觸 是 應該在乘車過來 好像是 剛才到機場 今天是甚麼活動 今天是一個 3SELO 主辦的機甲展 參與的公司有Good Smile Company 有Max Factory 有千直鏈 有Mega House 3SELO 也有份一起去做展覽 剛才也說了 我們今天會有兩個重量級的嘉賓 希望一會見到 其實本身都設定了一段長時間 是嗎 嘉賓 昨天開始設定場 但他前天就準備了一個場 然後昨天就開始設定板 一天就搞定所有東西了 有甚麼成果呢 現在帶大家去看 今天是一個私人活動的時間 主要是業內人士或者VIP的場 所以場內人數就不太多 正正是因為場內人數不太多 所以我相信我們現在拍的東西 都應該挺好看的 我再說一次 這裏是銅鑼灣 這條街是 大家如果喜歡玩潮玩的話 那Maze 應該都絕對不會陌生的了 大家好 我們由一邊數到另一邊 第一個景點 可以說到一些快板 因為這裏就是一個 活動的簡介 有甚麼嘉賓 他何時來 我們見到就是 Nauki先生 Nauki是一個模型機格設計師 有些產品都是由他設計的 還有Gundam Bills 某些機器都在他製作 以我所知 Motor Fire就是一個日本出名的YouTuber 一個玩具 就像Toyce TV那樣 但他就做得很厲害 很厲害 那個view重很厲害 他都會的 他都沒有特別說 路仰主要是將一些最新的玩具 展示給大家看 正正 但他已經是日本首席的玩具 開箱師 是 就好像香港的Walker一樣 沒有空 沒有空 另外當然有HeroSan 還有何芯正視 你看到日子和時間 記住 其實現在拍攝 大家可以上去Facebook 留意3Zero 本身也有不同大師的到場時間 還有會場限定品的簡介 MegaHouse是一套魔凍王的mini版 他在會場買的時候 就會多一個特別版的風潰 旁邊就會有一個 Cyber Formula的夜光專用地台 都是在這裡才買到的 下面Good Smile Company 他就有發動機少女 兩個不同版本的顏色 接著有一個電導版顏色的初號機 之後還有 是嗎 是嗎 有渴望欄 還有透明加電導版的渴望欄 還有黑色的地隱盒 另外還有一套裝的三隻 魔凍王 地隱盒 水卷盒 下面就是Facebook那邊的限定商品 現場會有黑金版的Mk50 以及金屬式版的宇宙騎士 請問在哪裏收錢 應該是賣電那邊有卡卡 它這兩隻基本上就只放在這裡 所以你來這裡拿完後 再給錢就可以了 不用特地問 然後黑金的Mk50只有50隻 而宇宙騎士只有30隻 另外預購還會有其他的商品 但比較特別的是 Rockman預購會多過特別的Paxel Hat 這個真是絕 加一條命的Mario 這個在會場下預訂才有 其他都還可以預訂 還有大部份的現貨 我們應該可以走過去看 多麼詳盡 所以都是那句 我們來到第一個最重要的景點 鄧心橋連結 看到其實本身大家都已經有玩過 或者有想過一隻東西的話 很坦白說 除了子龍這麼帥之外 我覺得Free Zero是偏心的 一件真是 三塊嗎 三塊水都不用 兩塊水的 你又曉得燈 可動性又高又可愛 拿上去又聚首的玩具 基本上性價比是非常之高的 當然希望接下來 我們都可以見到更加多 深橋連結的產品 特別特別特別 是現在你見到 這個Display櫃那裏 它其實本身也都已經出了一些 預搜啊 一些卡啊 甚至襟章啊等等等等 都已經展開了深橋連結的一個 開始的大公勢 都不差再說了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大家都會見到深橋連結的漫畫連載的 變成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 或者未接觸過這個系列的朋友 好 記住留意3ZERO的官網了 不過都不差再 如果有3ZERO的朋友都會看這些爛鬼節目的話 麻煩快點推出那些大型的機體和怪物 我是在等待那些的 麻煩 那後面還有一些3ZERO部份的現場的現貨在這裏 那你會見到一些深橋連結的一些周邊商品 那下面就是一系列的Armen 我記住 我就要這些了 麻煩 那這個就是沙沙羅 金色的那種叫做 那下面呢 就會有鷹頭絲啊 或者是宇宙騎士的一些產品 鷹頭絲有現貨的 是呀 現貨 都挺難買的 聽說有些人說買不到 那就可能要來到這裏買了 是的 那然後呢 旁邊又有宇宙騎士和Rapety Dog 那再右手邊那部份呢 那就是有Hopperstar 或者是Fultron 就是白獸王 和一些不同的機動奧特曼 那還有加利安那樣的 機動 請問什麼時候出賣這個Type-CArmor 啊 已經放在這裏了 我看到那個板 很快了 很快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左手邊 這個Mega House的展區 哇 這裡是沒有下級的 非常之舒服的一個地方 Mega House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本身Mega House 現在和Bandau的合作關係 更加緊密 哇 什麼事 這個之前有沒有展出過 有的 有擺過出來的 在日本擺過 我忘記是日本還是哪裏 但我是有見過這個灰樣 就是倉之流星 這個歷史拿那個比例 他真的撿到很有現代感 這個美形很多 是啊 其實我很坦白說 歷史拿那些機設 除了黃金之鬼之外 我覺得真的是一般 但是這次 你看到 他將現在大家見慣的 那個潮流的比例 就縮回到這次的高規格的歷史拿 那裏 所以你問我 我中了 這個我真的會買 其實他比我蓋時感 有點像 High Metal 再製造的Dragon 那個感覺 我覺得他們兩個擺在一起 都挺合適的 是 這個真的很漂亮 其實這隻應該是 Master Grade 還要高一點 手掌這樣 我也是 不止 雖然 高過手掌 高過長華家的手掌 再一兩次手掌 是的 厲害 厲害 現在沒有說什麼時候出 現在才是灰帽 我想你等到一年半了 嗯 那當然 雖然我個人來說 很喜歡歷史拿 不過 我相信摩洞王的受歡迎程度 真是比歷史拿高 所以大家今次會見到 這個聖騎士超級地隱合 的灰帽也有展示出來 也是不矮小 挺大隻的 是 他跟歷史拿其實差不多 這些是可不可以變頭的 不是不行 不知道 本身的機器是可以的 是 應該都可以變的 而他比較有趣 其實他的盾牌 就是拿著地隱合的樣子 他自己變了頭之後的樣子 他就拿著手掌 這個很有型 那隻歷史拿真的看到 真的蛙聲 蛙聲 這隻真的很漂亮 是 他的比例拿力很好 哇 如果真的出賣 這個 這個 四鬼 黃金 哇 這個很棒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 Mega House 玩了多久 那本身其實 RPR 這個系列 不是新東西 不過 都是雕像 都是聖戰士 也都有蒙面超人 特別是奧菲爾諾系列 我這個真是 是極度喜歡的 這次其實都見到 用回這個 我自己來講 非常之喜歡的聖戰士系列 就將它這個雕像化 用這個 RPR 然後 REL POSING ROBOT 系列 出回來 你會見到特別是 先拍了液霸 你會見到液霸的動作 可能因為磨得多 變了 變成 金色 相對色 相對會退 所以變成整件 上色 是很美 我不是看得明白 下面的地堂 那些白色 是代表什麼 是石頭 是石頭 我也好像有些 白色的海打 在山後面 衝上來 其實液霸 以往是比較少人 會用一些 比較生化風的雕法 去處理 這個比較有趣 我未見過這樣的表達 是 它連一隻液 都有很柔軟的感覺 好了 側巾 雪霸 嘩 你會見到雪霸的飛躍感 和黑騎士的對決 它將黑騎士融為了 在地台的做法 而你會見到 雪霸的飛躍感 如何和瑞宏士周旋 那種 我真是很難認識 因為實物真是很美 它用了一種淡紫色的圖裝 變成和大家平時見到這個雪霸的賞色 是有出入 而且你會見到是華麗了很多 如果你說將它斬件 變成這個可動 就真是不得了 這是很有赤塗的感覺 好像以前的舊海報 其實我都想知道 本身這兩件作品 會不會有真是出冤如監修呢 你說有我都真是會相信 這兩件事很毒 真是很毒 好了 哇 有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我這些是不懂的 Night Rider 真的不懂 你沒有看過 麗的電視年代 記住 是麗的電視年代的Night Rider 其實我完全猜不到 Mega House會夠強出Night Rider 而且這個比例 是比平時一般出的車大可 是啊 它這個是1比18嗎 有沒有寫比例 1比18又好像大過 但又好像不是1比12 我不是很清楚什麼比 但它已經接近1比12 不是 應該是1比12 你看椅子多大 是啊 真的很大 應該可以塞下去 18嗎 18是小很多的 18只有這樣 1比18 人站在這裏 就過不了車頂 這應該是1比12 其實本身 我認為都是兩者之間 大家在研究這個Night Rider之餘 你會見到其實上面 在這個玩法來說 有語音辨識功能 究竟這個語音辨識功能 對於這個Night Rider來說 有什麼玩呢 這就真的拭目以待 重點是講什麼文 英文吧 我認為是忠於原著 因為大家都有玩情懷 這套劇 當年就紅了個男主角 即是Baywatch的男主角 David Hasseloff 所以如果他加上 就算不可動議的男主角 坐在那或站在那 我覺得整件事都會更棒 重點你真的講 本身大家看到 都是Prototype 拍硬當你出了個男主角 我不管你坐也好 站也好 當然坐和站也有 我相信 玩那群受眾真的會多很多 真的 看他的版權 那個人是很向前看的 那就可以了 他老實說 真是請 Megahouse 有的 Megahouse沒有Bandale 我猜不到他會出這些產品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對於賽車的衝擊方法 或者會不會就著開發 阿嘉有甚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問這個Label是3Mega 3Mega 即是3Zero Megahouse 3Zero Megahouse 3Zero Megahouse 厲害 這輛車也是以何森老師本身的設計為藍本 由Kelvin 收去做一個re-design的版本 色相上全部都是Megahouse指定去做這種顏色出來 而這些功能上 例如一些發光特效 這次還加上一些角色的台詞 還會有動畫的主題曲開播 發聲 對 對 那個柄應該是可以拉的 拉完之後有甚麼 就是升壓波 它是在旁邊扭下來 然後向前開 對 這個是變形嗎 對 它是可以變形 它擺了三架就是三個不同模式 你當然可以買三架 雖然一架可以變成三個模式 但這個產品 它上一架是很受歡迎的 上一架是很受歡迎的 還不能買 這是未開的 我指上一架 上一架 這裡好像沒有 上一架是很受歡迎的 是 那那個發光地台是配上上一架車的 對嗎 是甚麼 現在在這裡可以買到那個發光地台 不是 那個發光地台是Mega House 本身它是自己的車的 即是世界的那種 是 它是很快出來的 好 非常好 待會可以看一下 這架是很漂亮的 Kelvin畫的 是 厲害 大家都以為是這個日系的朋友 但是多一句 香港是很多 厲害 武師傅 強勁的畫師 除了這個Kelvin之外 我還有Walker 我還沒睡醒 好了 回來見到另外一部雷神 VSXR 這次這個灰母也都見到 在這個造工方面 大家真的完全不需要就著車型去擔心 棒棒的聲音的正 是 這個變形沒有 這個很特別的 但是它這輛車的設計都挺正 它有一種是真的可以做出來的車的概念 是的 然後它的變形 這次你感覺上它沒有那種變形 沒有以前是變形金屬拉長縮短那種的 你看到它這些很多 例如它前面那些 是下面那個擋泥板 向上縮上來 就會變成那個 整個變形機械化了很多 和現實化了很多 不當然了 側根 這個簽名是 何欣 那大家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何欣老師的直筆 也都幫這個 做Variable Action 去畫了這架雷神 正 好了 接著我們鏡頭一掃 繼續是Mega House的出品 它自己都有兩個不同比例的產品 是的 因為大的 它做完全變形 這個已經是第四架 第四架 前面出了超級雷神 然後是AKF11 這個AKF0 還有它出是黃雅的 是否應該出光了 是的 基本上是出光了 厲害 當然這條路還很長 因為它轉頭 還可以有古馬慶的版本 是的 金屬式的版本 知不知道價位是多少錢 它如果開的話 一般它是開3000元左右 2000到3000多 這樣 這個是金屬的版本 是有金屬的版本 尺寸 我猜而已 是48 是3 是 似而已 所以我先問一問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和我們分享 這架都很英俊 這個簡直好像變飛機一樣 要見 但是這架車的外形 那兩隻質疑好像不太科博 基本上如果看高智能方程式 基本上都不會特別說 就著這些去刁剌 大家會留意它的車型 劇情 速度感等等 應該是換點變用來的 似 似 似 好了 我們繼續 好了 側近工作人員 剛剛擺好一個非常漂亮的鎮 你會見到 艾爾紮特 也是剛剛好上了架的 你會見到這次灰帽 它就著那個流線型 是拿捏得很正 當然你會見到 其實雖然是灰帽 所以變相對的一些細節位 暫時未必說可以看得清楚 不過大家玩這一部 艾爾紮特 最主要是等它的上色版 究竟到期時那種拉花 可以怎樣表達出來 我們就會拭目以待 然後應該就是Mega House 嘩 這個壯觀 這個真的 這樣拍照 我覺得是正的 為什麼呢 不介意我直接說 Mega House 它給你的是一個角色 是一個情懷 而我背部 就是情懷的集中地 很某一種佳作 譬如這個 超時鐘世紀 這個樣子很少見 大佬 需要幫我吸收低一點 我覺得 我很有意義去摸它 但我不敢 不要介意我可否多一手 吸收低一點 你問Mega House 它們是自己認識的 對 上眼很多了 舒服很多 是 嘩 嘩 這隻都漂亮 新的高城市上的 Tamacos Touch Gold 另外有很多的 英國大戰 其實要介紹 你都真是痛苦 因為你 你這裏 剛才不是已經有一個 wide shoot 拍了嗎 Eelman 嘩 你真是 慈能線 下面那些 下面一排 正彩到嘔的 哎呀 有何心版 其實這個K40 我有買到 不過 那是模型 一盒有四隻 不是 一盒一盒買的 模型 百多元 百二三元 模型車 很可愛 這裏有人仔 是的 封建在車頭上 這裏有型 油賣人仔更好 很漂亮 早前在Expro那裏出的 何心版 我沒有記錯 除了 完成品之外 好像都有模型 有錯請更正 嘩 這邊都正 黃牙 我很喜歡 他那些人仔 擺在旁邊的 姿勢 其實做得很好 如果有些 上色的高手 好像Walker那些 不妨可以挑戰 有一個人仔 放在旁邊 整件事就不同了 有人仔是差很遠 是 感覺會舒服很多 好 影高一格 就會見到超究極的 魔動王系列也好 其他不同的機體 都會在這裏見到 魔動王出得這麼齊 真的只有他 因為當時 其實他是第一個 翻出魔動王的公司 他和守衛是第一個 翻出魔動王 但是 他是第一個 將奸角 又做得這麼齊 他是不是做完 真的 還未做完 但他主角部分 基本上是做完 即是 普通版 加上全部的進階版 除了這裏 他擺在正常配色 還有金屬色版 透明版 他還未擺在一起 甚至是 夠極的地陰盒 他都做出來 這兩隻 懂不懂 套戲 其實我看完 我套戲 不記得是甚麼名字 甚麼甚麼隊 是五個字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是 甚麼宇宙 不知道 有四部機 還是五部機 其實 其實是挺新的 是 甚麼 甚麼名字 甚麼甚麼隊 我記得 是 其實一套好看 是 是偵察機 那一套 是 那一套 是 有一個 是 那一套 是 是 這套 是 我都完全已經 不要介意我 真的沒甚麼印象 所以變成 一旦走回來 感覺都很棒 你看 九萬幾年前的 Lime Barrel 現在都很難找 搞不定 是 但當時都頗趨勢有沒有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不是 其實它本身 其他白蝙蝙蝠有出的 是嗎 是 因為我買了 還有白蝙蝠和這套 死人物 是我當年的 best buy 和 worst buy 這個就是 worst buy 白蝙蝠就是 best buy 質素差太遠了 白蝙蝠是出得很漂亮的 這件事我一拿上手 小到發發聲 一來散 二來QC很頑皮 三來根本就不舉 但它已經是啤色了 都可以 QC很頑皮 是的 它本身的嘴 眼那些全部是散了 除了救命之外 也是救命 這部分母線在正中間 兩邊夾起來 大大條線 我又是 我很喜歡這套東西 所以我一邊買 一邊罵 然後又再一邊罵 繼續 好了 接著就來到產品 便貨區 沒錯 咦 完全變形的王 2520 你未買嗎 收卡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的袋還有位 我幫你抬 我幫你抬 還有Liver Edition 這部車 這就是傳說中的 夜光專用地台 你其實買來給何心簽名都可以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的 但配這個系列 是嗎 不是 應該是 Variable Action 有什麼推介 有什麼推介 Ashlada 01Vertur 剛新出 我反而是新出 但它本來 是翻出了之前的價格 有Version 2嗎 Version 2 它有擺出來的 你看到整架車是同樣的 側巾這盒 包到實在的是什麼 這事我不知道 Liver Edition SF03 SF03 是不是什麼花環 你真的問得好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 我們這些 基本上說 拍攝 根本是自肥的 自肥的定義 就是在看什麼 適合 一會就可以簽名也好 開心也好 什麼都好 但多一句 找回一個專業的朋友 是呀 03是花環 即是這架的Liver Edition 是這架的Liver Edition 是這架的Liver Edition 它沒有擺出來 有擺在那邊的櫃下面 那一會 真的 咦 還是那句 有什麼推介 Ferr2在這裏 這架是Ferr2 那架是Ferr1 Vingar有紀念性一點 如果簽名的話 紀念性 你是不是要買幻 上次在這裏搞活動 就是簽幻象雷神 買幻象雷神簽名 你有沒有幻象雷神 當然沒有 沒有理由可以買幻象雷神 現在就可以來補這個創 是呀 哪一架 哪裏 做完節目先 其實還有東西買 一次過買的時候才做 花環在這裏 Liver Edition的花環在這裏 哪裏 對不起 這裏 這個有運輸車 是呀 不過人仔是 它之前出過的 這個是金屬式版加marking 是呀 這裏 這裏 其實除了這裏之外 外裏都買到的 是呀 這裏外裏都會買到的 是呀 其實基本上外裏都可以買到的 這裏不是 托賴都 其實你外裏 簡簡單單買 我覺得更開心 大家都有得玩 又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這裏有得玩 哇 你真是有 各位 稍如玉部 其實我是喜歡黃 嘩 這裏我覺得很帥 這裏最棒 它最棒 雖然沒有跟人仔 但它可以跟納牌給你 是呀 也夠了 其實還好 也是一個做法 便宜的做法 它很得色 又有些 這個尺寸就OK 但主要下架 GSX的翼是不能擺盤的 是固定的 這裏真是一個 loading 就是load and unload的情況 可以動的 可以動的 是可以動的 翼是不能摺盤的 它沒有其他功能 只可以用車仔錄 引擎都拉不上來 但這個真的絕 但是金屬的 金屬的嗎 我看上去是金屬的 金屬的 金屬的車仔是嗎 部分 剩下了 印象中好像不是很輕身 還是因為它細架 所以輕身 我不是很肯定 但殼不是金屬的 留給Tomic Car 對 它是怎樣夜光 我想問一問 我欣賞你 是不是蓄光 本身 照計就是 我們都不理你 蓄光 跟著做這裏 已經可以了 很快 正 這個很明顯 不知大家觀眾看不看得到 麻煩這位帥哥先 再做一次 很簡單 看著 大家來到又可以多多一個選擇 非常之正 Thank you 其實我推介是 Good 我多推介給何森老師 在這裏簽名 這個絕對是大家開心的 來到這裏考慮一下 百二元一次過 繼續回來我們見到 上面非常之小的 VA面的摩洞王 雖然小小 但其實你會見到本身 它就著關節和可變的方法 亦都是非常舒服的 和最可怕 我想都不需要多講的了 你見到它擺到這三個姿勢 因為你是摩洞王粉的話 你都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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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都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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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大而又可愛的 心橋年紀的大公仔 它是Dango 這位老師有甚麼評論 很大 很大 這個是1比1就這麼大 這個可能是100比1 不是1比100 是100比1 這個是150cm高 它原本是10cm高 這個是150比1 1500% 這個是1500% 我們繼續慢慢地摩洞 除了見到那些靚仔靚女之外 我們會見到兩邊 都是3-0的一些產品 或者看看大家 耳熟能詳的Transformer MDLX 如果大家喜歡相對 它不是這麼巨型的產品的話 這個series 對於我這些人來說 是非常之適合的 細細隻 高可動 造型兼顧 如果作為一件玩具 甚至真是被小朋友玩 除了一些槍槍炮炮之外 你真是不用擔心的 而後面那一排就是DLX 也是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價錢 size和可動性 用玩法來講 拿得最平衡和最吸引的系列 不需要多說 其實大家有追開玩具AV的話 都會知道本身DLX究竟可霸程度是幾高的 Total霸佔了兩排 而後面灰帽的 我可能要麻煩一下 Almond 用一點點鬆的功能 小心這個圖 可以看到scotch的細節 那個細節 當然其實在劇裏面 我對於他的表現其實都很滿意的 不管你這個博派還是狂派 他都會他媽的殺 所以變成實力來講 亦都在這個Transformer上 我覺得是 站在 我想都是頂端的一班家夥 但是可惜這個結局 真的有點無謂 有點傻 對 為什麼本身那麼厲害 但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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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是因為香港之前一直都沒有擺過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擺出來 是 記住 本身現在大家看到的只是試版 那側邊也都有這個Neminus Prime 和大家耳熟能長的Optimal Prime 所以變成你會見到 在一個比例來講 它是絕對跟著劇裏面的尺寸 這個距離 就這樣看 其實都見到 大家看開的Mirage那個細節位 它全部都表達出來的 那當然 這一個就是純屬一個暫資 那 接下來還會有些甚麼gimmicks 可動性可以去到些甚麼地步 那這個我想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 玩具TV的報導的 那都不差再可以拍遠些少少 不斷地立一立 Premium 在這個Free Zero的系列來說 都算是 都不是算的了 絕對是頂級的一個Product Line 聽說好像還有一個比Premium 更Premium的Product Line 那在中間那一隻呢 你就會看到我們傳說中的Premium Plus 那這個就是P-P 對 極致還原在電影中走出來的樣子 那這隻就是一隻樣板 那很多朋友 就是之前公司都答過 會一路做改善的 那但是呢 那這隻呢 都依然是之前展示的那一款 那所以 但是後續會再出現有改善的版本 是 這個其實還有些甚麼需要改善呢 因為有些朋友對電影還原的要求很高 例如 某些位置 高一點低一點 或者長一點短一點 那些會有些要求 所以就會繼續按著這些大家的 因為其實大家看 在電影那邊動得那麼快 還要不清楚 但是很多人 因為始終變形金剛的電影是很多人的愛來的 你想想第一部 他真的逐格去研究 是的 很多人是逐格去研究的 而你那件事面上很多人會出一些改件 去補完一些市面上有的產品 而這隻就想做到去能夠做到的最好 不給三廠 就是不給他任何報告 不給他為你入 那這個呢 其實他還有一個很大的地台 長景地台 你們真是混蛋 敬請留意 好了 跟著真的拍下後面 哎呀你拿了我最想 不爭在了 我們除了拍帥仔之外 怎樣都要拍這次這個 3Zero其中一件的限定品 這個我轉頭會給錢 就是這個全黑色的Mark 50 Mark 50這次他就用了這個黑金的形式 不要介意 大家其實都看到離開 大同驗了不過 不要管我都是會給錢的 重點這個是會場現貨 直接在街上拿就直接給錢的 那即是一陣 譬如說我拿 那蘇領的限量是很少的 只有50的 非常之好 可能第一天就拜拜 是的 今天是第0日 但是我擺明是中飽私囊的 我是會入手的 現在開了個櫃 更好 那你會見到 整個完全沒有遮 沒有擋的DLX系列的 Iron Man 暫時就不敢說說出了很多個 相信都會是針對回 在這一個大家的戲裏面 看到什麼相對比較重的一些角色 簡單來說 由Mark 1 到Mark 7 然後由Mark 43 到最最後大家看到的Mark 85 基本上都會在這裏見到 不過 我想問一下 我問出了沒有 沒有 就出很快 那這樣可以了 那我問的通常都是有些瑞燃的 都不願意了 放心 這個是不是已經是成品來的 這個都是版來的 是的 部份 就這樣看 就本身Iron Spider 它的細節位 還有本身特別是一些肌肉的線條 是處理得很好的 當然特別是就著上色那裏 Iron Spider 它都用了所有金屬式的上色 所以變了 就是在拿上手 或者你現在看到螢光幕的效果 都是他媽的靚的 那接下來究竟後面的蜘蛛爪 或者就著配件方面 會不會有些什麼驚喜給大家呢 那就拭目以待了 不會沒有紅眼的 最重要的蜘蛛爪可以乘幾成的東西 你做回到這裏面的動作 好了 下面如果大家其實都有追開 是否Netflix做Fall Out 是 還是 不是 Amazon 未來會有一套真人版的Fall Out 是啊 是啊 我見一些trailer都吸引的 剛剛推出了的 Nuka Kola Power Armor 也都在這裏顯示 當然如果大家其實 一直都追開Fall Out的話 可能之前大家都已經入手這套蜘蛛的 這次連起身體 一次過就可以入手了 然後 真是獨到嘔蜘蛛 我們這些很有首尾的 人家開了我們當然關門了 你即是說人家沒有首尾了 別這麼說 拿了過去給大家欣賞 然後就是我個人來說 獨到應一應的系列 有些叫做機動奧特曼 不過Sorry 我真的叫不出這個名字 我還是叫Ultraman就算了 這次會見到其實 是不是已經接近齊了呢 還未的 來到這裏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特別的東西 比如我們之前剪出過的Saturn Suit 即是最後的積頓裝甲 積頓裝甲這個真是沒得走 是的 但是主角的綠紙 基本上就已經齊備了 是的 但是因為擺放的關係 其實有些其他的別色版 我們都沒有擺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The One那邊 都有另一個展 都可以看到其他顏色版 是的 The One幾樓 The One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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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商店在那邊 也可以去那邊 那大家如果想看完所有 Ultraman的Display 不妨去這個The One的三樓那裏 巡一巡 比較highlight一點 就是這個Dark Loops 我們之前出了不久的一個限定版 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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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限定的 都比較閒 一聽限定的字 不是的 其實我真的找阿迪幫手訂 我不知道是限定的 但我自己真的喜歡Dark Loops Zero 所以我沒有特別理會限定 不過我現在才是限定的 除了Dark Loops之外 還有新出貨 這個已經是大貨的 有一個Path Type的迪迦 有一個手部的裝甲 可以推拉 和移 也是老師新的設計 不是 那個設計是3C0那邊設計 很厲害 配上去 但有給老師去做一些監修 所以你會看到 設計上面有些跟老師的風格 有點沒有裝機甲 對 剛才說 你見到前臂的甲 很有Line Barrel的感覺 是想製造那種感覺 所以拿回老師平時的作品的風格 下面就有Limited Release 有真人頭的版本 這也是一個限定 右手邊 是限定的嗎 限定的 是限定的 真人頭這個是限定的 你不知道自己拿出來的好東西 是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介意 我是精品特加入了三 那就好 旁邊就有C-Type Suit 這個真的是C-Type 我們之前一直只擺膚樣 這次是第一次展出這個有顏色的版本 全拆關節 接下來都很快就會去做開賣 而關節上都有一些 新少少的突破 例如說 腰我就嘗試拆三節 就好像Armin 那樣拆三節 然後腳碗 我拆了兩層的腳碗 所以 可能到時玩起來就會有些不同 而且這次都跟著特效 就是一個死光的特效 在這裡 那死光的特效 你會看到我們都做了幾個顏色 有噴一個奶白色透明紫 加上透明藍 去做出它的效果 有三重的效果 令到它這個射死光的感覺很強 還有如果大家有玩開這個Bandau的話 其實我不是說Bandau的特效有問題 但你會看到層次感就沒有那麼多 變成可能1比6的size 就可以玩得更多不同的東西 旁邊的都是之前出過的 另外的highlight就是Jack Suit 現在這個Jack Suit 我們還在擺一隻未拆件的版本 但後面我們會準備推出一個拆件版本 目前正在努力中 但身體的外形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投訴 不過反而真的有些擔心 當然我知道你們是開發的 本身Jack Suit有這麼多巨型 你會看到那個hip位和特別大腿的關節 可能它的乘重數要計得很好 不然就 我們會用合金來處理 好 因為它真的起腳硬人 不像其他大隻佬 還有其他配件 40分鐘 那我們先拍溫 好 好 好 我們暫時去到這裡 其實我想說 這裡如果放了一個金迪家 在這裡有 待會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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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